吉安乡的原住民部落黄昏市集 25号的下午 在吉安乡融会前的公二公园 举办了启用典礼 在众人的掌声和祝福下 市集是正式的启用 乡长尤淑珍表示 从即日起到11月22号市营运 而未来也会成为常态性的 黄昏市集平台 希望借此能够带动社区 新部落、自主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 为在吉安路上的吉安农会前的公二公园 原乡部落黄昏市集 25号的下午举行了启用典礼 在众人掌声和祝福下 由乡长尤淑珍、立委郑天才 县府原住民行政处处长陈建春 以及地方各界来宾 为市集启用 共同进行了剪彩 3、2、1、1、起剪 早餐为我们的原乡部落 为我们的吉安乡 乡产幸福乡城 乡长游淑珍表示 感谢中央原住民委员会 以及花莲县政府 共同依注建设和活化的经费 成为地方产业推展的重要力量 谢谢我们原民会 我们原住民事务处 给我们驿注的经费 在吉安办理为期 一个月的部落黄昏市集 以后吉安乡公所也会进行 长期365天的黄昏市集的 辅导工作 畏惧于我们吉安乡的 这样的一个中心地带 也是我们工部门的地方 我们希望未来在下班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 有机健康的黄昏市集 县府原民处处长 陈建春表示 行销部落产业 活络部落经济 是县府和乡镇公所 一致的目标 需要携手来打造 当我们知道 在吉安乡 我们游淑珍乡长带领的 专业的吉安乡公所团队 愿意 而且是多年努力之下 我们的吉安乡的 不管是农特产 还有我们原住民 最有传统智慧 最有温度的手作 希望能够以一个黄昏市集的 一个方式来呈现的时候 我们花园县市集长徐真卫 非常非常支持 吉安乡公所 这样子一个行销部落产业的努力 所以我们在经费上 大力的给吉安乡公所 给予协助 在改建后的 原民特色 茅草创意屋长廊内 有许多在地优质的手工艺 和农产品 每星期的六日 还有精彩的歌舞表演 而从即日起 直到11月22号 为期一个月的期间 吉安乡公所还准备 一共50万元的消费券 平日是发放200张面额50元的消费券 假日加码到400张 乡长渔淑珍希望 这里未来能够成为常态性的黄昏市集平台 藉此来带动社区型的部落自主 和区域的经济发展 记者刘明胜及安乡报道